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八十一页 八十一页 中间 防止虫一爬上尸身 防止这个虫爬上这个尸体 如果病者大量的出血 为了免这个虫移爬上这个尸身 尸体可以病床的尸脚放置水盘 现在没有这个脚了 这个是洪玉律师用的方法 现在的床铺都是平面的 所以灵命中注念的人要注意看 尤其我那个厨房 蟑螂很多 大只的 小只的 很多 那你一动 它就跑到那个沙发里面 所以那一组沙发 我可能要把它换掉 里面也是 不晓得到底有多少的蟑螂 我想准备把它换掉 这个很麻烦 脏了 肮脏的脏 所以这个是 现在没有这个视角的东西 所以这个沙发我一直想把它换掉 就是这个 很 很麻烦的这个脏了 不想怎么办 你要用 用噴的 那它就全部死掉了 不处理 那还是很麻烦了 一天到晚都看到那个 这个在想办法 一下就 此戏就人 这常情可知 灰感这个文言 从余的时候 往往存一致于其死地之心 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存了一颗慈悲心 不忍杀它 不忍杀它 为免病者 不生从类之所扰 灰派之时 产生这个恶念 应该一先考虑 不要使这个从类靠近 也不至于 因此令这个尸体 哪里处置 恶令其所知 所知靠近 这个临终之际 身心皆承受 剧烈的苦楚 如果平日执着者靠近 往往因为见到这个冤家 比如说婆媳之间 相处的不好 对不对 那心生称慧 哎呀就婆婆看到媳妇 又一肚子火 这媳妇啊 一看到这个婆婆 就摇头 有理扯不清 这婆婆没读书 你怎么讲的 有理扯不清 哎 婆婆有传统的观念 媳妇却是现代人 梁子是怎么样搞 都搞不来 都没办法 一见就是像燕家 一样的心生称慧 或者是见最疼爱者 而眷恋不舍 这一念执着 遂令无法自在往生 临终随一念而去 可不胜负 就医学的观点来讲 凡是心跳啊 呼吸停止啊 或者是脑死啊 就告这个 宣告这个死亡啊 佛教就主张啊 生命的辅中解 神是尚未脱离射身 还是有点肢解 一定要等到全身冷却 神是完全处理 才叫做死亡 所以啊 断气以后啊 神是啊 还没有脱离以前啊 这是心灵最痛苦之际啊 这毕生种种在 刹那之间 历历重现 一幕一幕的 一幕啊 一只影线出来 重复的一只影线出来 这个悲苦焦急的时刻啊 如果见到 平身执着的人 势必令其遭莫大的冲击 而牵动这个神势 八十三页 刚断气 福就是刚 刚刚断气 千万不要马上送兵库 或者是施打这个防腐剂 刚断气的时候 这个神势啊 还没有完全脱离 人可感受这个痛苦 假设马上把尸体放进冰库里面 就如同啊 把这个啊 死亡的人啊 放进这个寒冰地一样 因为虽敢寒冷啊 但是口不能言 躺在那边 任人宰割 任人处置 有这个寒冷 寒冷没有用啊 进去一下就冻僵了 这一个王子啊 各种的苦楚啊 不言而易 是有口不能言 很冷很冷 说不出所也难 依佛教对尸体的处理方式 往生时停至客厅 或不爱出入之处 你现在啊 已经工商业时代了 好难啊 这里不是乡下 以前啊 王子要停啊 很简单 现在没办法了 现在要借个公路旁 搭一个 停子 简单的 然后啊 然后啊 向政府啊 借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啊 或者没办法 没地方放啊 立即为其祝念 万不可急以送这个冰库 那么急忙送这个冰库啊 这个举动啊 很是不恰当 也很不孝顺 而且啊 增加王子的痛苦 而且这个称恨心 前面呢 已经啊 讲到 临终啊 哪一种念头最强 就顺着这个念头投胎 就王子积极称恋 当然 就会多这个称恋 下这个山土 先要超度 是很不容易的 刚断气 就施打反腐计 恐怕 这个士骨不坏 啊 那么这个王子 就沦为守势鬼 哎 这个想要超度也很难 阿弥陀来接他的 守着师弟不走 所以啊 却不可行此不治之举